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10日 美洲金杯分组赛猜想 炎炎夏日燃起了绿音场上的激情 欧国杯和美洲国家杯两大国际性赛事于上个月相继展开 如今均已进入决赛阶段 不过对于热爱足球的 你来说也无需为这两项赛事的即将落幕而感到失落 事关另一项足球赛事美洲金杯 将随之而来如此空前的足球盛宴 也有望未受到疫情肆虐多时的世界重新带来活力 周日清晨第16届美洲金杯将会打响 今届赛事则在美国举行 揭幕战友2组的萨尔瓦多对阵库拉索 稍后时间则有同组的未免冠军墨西哥对阵千里达 而BCD组的比赛都会依次隔日同大家见面 墨西哥和美国当然是夺冠两大热门 他们此前15届美洲金杯垄断了14座冠军奖杯 唯一漏网的是2000年被加拿大在美国 我偷袭得手以下将为大家浅谈以下 2021美洲金杯四个分组的情况 2021美洲金杯具体分组 2组 墨西哥 萨尔瓦多 库拉索 千里达 B组 美国 加拿大 马提尼克 海地 C组 哥斯达里加 亚迈加 苏利南 瓜德罗普 D组 宏多拉斯 巴拿马 格林纳达 卡塔尔 墨西哥分组赛毫无压力 作为美洲金杯的霸主 墨西哥无论是改制前还是改制后 都是夺冠次数三正八最多的队伍 唯一能与之匹敌的只有苏敌美国 不过 在美洲金杯与美国的正面交锋中 墨西哥也是绝对的王者 就改制后而言 墨西哥一共六次与美国在决赛交手 其中五次首任对方成功登顶 今见墨西哥封线由罗辛努和优安杜拿等人领衔 他们的实力早已远近十名 罗辛努于五月底 与冰岛的友谊赛梅开二度帮助墨西哥笑到最后 他至今为国出战47次攻入14球 而优安杜拿则在上见美洲金杯上 替墨西哥贡献四个入球 同样是球队不可忽视的火力点之一 在面对分组赛对手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世界排名第十一位 中北美洲诺一的墨西哥以二组投名 晋级已成定论 墨西哥金界赛事与萨尔瓦多 库拉索以及千里达同属二组 萨尔瓦多此前六届最好成绩 只能从分组赛出现 库拉索在改制后一度长时间无缘决赛周 直至2017年开始才重返赛场 他们前两届一次分组赛三战全败出局 另一次则杀入八强后被美国淘汰 而千里达则近年来美矿域下 在前届缺席决赛周后 上届也只能在分组赛黯然出局 规律暗示美国有望夺冠 其实自1991年美洲金杯改制至今 美国历届都是东道主或者主办方之一 可谓战尽天时地利人和 他们在此期间成绩为六次冠军 五次亚军和二次冀军 而唯一一次未能杀入四强 则出现在两千年 当时美国在16强上被外卡球对哥伦比亚淘汰出局 在美洲金杯历史上 早已形成由墨西哥与美国的二人转局面 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美国在顺利避开墨西哥时 也是很有希望最终夺冠 此前五届美洲金杯 墨西哥和美国交替登顶 按照这样的规律 上届夺冠的墨西哥金界将会交棒给美国 被阻止于球队方面 上届历史性杀入整决赛 1991年至今的海地近期国内发生了大事 球队表现将会受到和重程度的影响 还不得而知 加拿大早已不复当年勇 他们甚至连续六届被拒之整决赛门外 马提尼克对史更加只有一次杀入八强的经历 球队竞争力匮乏 根本不值一提 两家相争或能和平共处 C组方面 能够叫得出名字的 就是哥斯达里加和亚买加 另外两对则为世界排名136位的苏利南 以及并非FIFA成员的瓜德罗普 后两者可谓名不见经传 竞争力极为有限 基本上可以忽略 亚买加此前三届赛事至少杀入四强 其中两次机身决赛 可惜 先后被没 每两国击败无援对十手冠 哥斯达里加则从1998年至今从未缺席过决赛周 而且已经连续11届至少杀入半准决赛 可以预见的是实力强弱悬殊的C组预计出现队伍将会是哥斯达里加和亚买加 第一组乱斗前景未明 身为第一档球队的宏都拉斯目前世界排名只有67位 近年来斩路头角的巴拿马也只排名78位 两者的排名甚至还低过58位受邀出席的卡塔尔 不过卡塔尔今次派遣较为年轻的阵容出战 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来年在自家举办的世界杯而积累经验 最后与前面三组相比 上述地组三队的之间的实力差距算是最为接近的 最后谁能晋级确实难以预料 不过几乎可以预见的是 队史第三次进入美洲精杯决赛周的格林纳达将众望所归毛的流低 事关他们此前两届总共六场比赛全场 连一分都未曾获得过 预计分组赛出现队伍 N组墨西哥 萨尔瓦多 B组美国 加拿大 C组哥斯达黎加 亚买加 D组红都拉斯 巴拿马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